結合了油環保局來發執 然後結合了許多的機車業者 包括汽油車、四行程車 還有電動機車業者 希望大家來共襄盛舉 在台南補助二行程機車汰換的 行動年的最後一年裡面 希望把剩下的九萬台 二行程機車盡可能的能夠汰換 鼓勵民眾 一方面有蘿蔔 希望說祭出更多的優惠 尤其是偏遠的或中低收入部 或者是偏遠加中低收入部的 我們有更多的補助 希望能補助他們來 來派換電動機車 或者是四行程六期環保車 因為我們也知道中低收入部 他們沒有錢來再換新的機車 而且舊的機車是他們唯一的交通工具 我們都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說我們要加碼補助 希望能夠幫忙 那一方面不得已的 我們也必須要有一個棍子 也就是說對於一些 還是不願意汰換的 那其實騎著屋子也撐著趴趴走的 這樣子的民眾 我們還是必須要有 要為了我們的乾淨空氣 天空著想 還是要必須要適度的開放 那這個部分我們一定還是要落實具體的做 那另外當然對於物定污染的部分 我們會加強機場 常常有民眾在檢舉說 這個利用深夜 或者利用這個 這個假日 我們公務員沒有上班的時候 來偷排廢棄 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加強做 反正空氣污染 水污染 我們都會加強做 至於垃圾的部分 我們也會預作 在隆岐垃圾有的一場 停掉之後 我們還是要讓 事業廢棄物 以及家庭廢棄物 有地方去 務必不要造成垃圾打轉 像其他的縣市一樣 這是我們大家能力的目標 所以固態污染源 液態污染源 氣態污染源 我們都要加強的方式 今天聚焦在移動污染源的排氣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我們會努力來達成 務必使我們台南的空氣變得比較好 好 那這樣